海湾的景色实在太美了 这里明星云集 科比以前就住在这座城市 这里就是位于南城县的新港 Newport Beach 大家好 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Chris Liu 咱们今天一起看这栋 位于24小时封闭警卫社区 海湾景观的大豪宅 这个景观房对房屋的价值 其实是有很大的提升 但是它主要是两点 第一点就是它的稀缺性 像这种海湾的景观 这一排大概只有二十几栋 第二点当然要回归景观的本身 就是这个景色一定要漂亮 所以它不是看山顶 或者是山丘那种就能叫做景观房的 所以它也不是一个楼盘 比如说一共200栋 那么其中100栋是看房顶 50栋是看山丘 那这个它也没有它的稀缺性 所以那种房子 你只能说它后面没有遮挡 而不能体现出一个景观 它所具备的两个特点 所带来的价值 咱们现在看到的是它的一个书房 是这种大层高的 它属于半条高的这种 它是处于一楼跟二楼之间 大概占了一层楼或更高的 这样的一个位置 现在咱们来到了二楼 下面就是它的这个大条高 现在咱们去主卧看一下 主卧里面配备了浴缸 占浴 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卫生间 所有的窗户外面都可以看到海 这栋房子超过了4000尺 这里是它一个主卧的大衣橱 非常的宽敞 而且在这个房子里 还配备了电梯 整个的这种户型设计 是一楼一间卧室 二楼三间卧室 外加一个带大条高的书房 还有一个大条高的客厅 如果仅仅从面积来说的话 它算不上豪宅 当然了 它也不贵 但是如果从它景色的稀缺性 居住的体验 还有这个社区和聚集的人群来说 那么它在本地人的心目中 就是豪宅 之前就有人问我说 我怎么没看到这样的房子 其实呢 在这边生活 你不应该看国人在哪里 而应该看本地人都在哪里 这样呢 就能帮助你跳出固有的思维 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房子 你说对吗 谢谢你 谢谢你 感谢观看